如果健康和金钱只能二选一 你选什么 健康和金钱这两个东西无疑 都是我们生命中极其重要的元素 有了金钱 我们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体验 比如更好的教育 更好的医疗 更好的社交圈 更多的旅游 以及更乐趣的生活方式等等 但是同样如果没有健康 我们无法享受所有这些事情 也无法进行更愉快和充实的生活 很多人会认为金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让我们获得更好的医疗保障 甚至可以帮助我们 延缓衰老和疾病的到来 然而即便是在豪华的医疗设备 也无法保证我们的健康 治愈每一种疾病 同时即使是最好的医疗 也无法让我们永远健康 只是摆脱暂时的困扰而已 相比之下 健康无疑是更加重要和珍贵的 只有身体健康 我们才有力气去追求更多的财富 和更好的生活 才会有足够的精力 去关心我们的家人和朋友 在身体不好的时候 无论多少钱都是无力的 也只能花在治疗手术和药品上 却依然难以让我们恢复健康 所以说如果真的必须要在 健康和金钱之间做出选择 我选择健康 当然这个选择不是完全对立的 我们可以通过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来获得最佳的人生体验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追求财富的同时 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和作息时间 避免身体疲劳和精神压力过大 我们也可以通过花费更多的钱 来购买高品质的食物和药品 以及进行更多的体检和预防措施 维持健康的状态 只有兼顾健康和金钱 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丰富和充实 同时又不会损害到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